字幕作词 李宗盛 接下來該怎麼辦才好 還問怎麼辦啊 陳普大哥自己剛剛不是都說了嗎 要去收集跟導演和這個有關的情報啊 咦 幹嘛 站在這裡幹嘛 所以我說啊 會去製片場吧 嗯 目前資料不足 沒辦法給你推理呢 OK 走吧 啊 陳普大哥先生 今天非常感謝你 沒什麼 只是運氣好罷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喔 吵 吵死了 我是何家先生啊 結果怎麼做樣的資訊可以提供給我們 嗯 沒有了 很抱歉 不管是多小的事都可以告訴我們 畢竟明天我們的運氣不一定也會這麼好 好 好的 那位粉絲小孩竟然跑進攝影棚嗎 也沒有經常來的地步啦 因為那位警衛大神其實還挺囉嗦的 但是他今天的證據說 算他經常出現呢 小朋友啊 真的很喜歡將軍超人 所以才能趁大神不注意跑進來 請問是要我獲益導演在場嗎 呃 是 是的 沒有錯 導演是在那裡知道 我們將軍超人和彈光魔靈的動作 為什麼之前沒告訴我們呢 因為製片場那邊對我們下了風口令 你在說什麼啊 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成不難個孩子一個新的律師 等他被打敗的話 可是會死得很慘的 很抱歉 什麼叫死得很慘啊 你應該沒有其他事情隱瞞著我們吧 是 是的 我想應該沒有了 所以連他都被嚇了風口令的意思 所以連他都被嚇了風口令的意思 沒人在耶 因為大神被警察拒了了嗎 就沒人代替他了嗎 啊 請問是裡頭大神的羊羹喔 別 別那個眼神看我嗎 是想偷吃是不是 明天沒有被啟動 哈囉 吃完大神回來 吃什麼啊 該不會又是麥當勞吧 哈哈哈哈 離開這裡 然後到第一攝影棚 奇怪 今天戲劇刑警不在呢 喔 新麻辣 像之前才說 麻辣出了一個另外一間 叫新麻辣 好像兩間店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在法庭挖出很多情報 他們一定很滿吧 欸欸欸 陳布辰哥 今天法庭上提到的第二攝影棚 從樹木走到那條路 最能走到吧 對啊 記得大神是這麼說的 我也導致你們了 今天都在喔 現在是好機會 我們趕過去看看吧 有沒有辦法 畢竟是密要在現場了 我想去其他的地方 真是的 欸 好 換其他休息室 喔 第二攝影棚 這也是第二攝影棚吧 應該是啦 看起來不太有攝影棚的感覺呢 說不得沒錯 啊 有小木屋喔 感覺不像是攝影用的布景 帶的很堅固的樣子 真人哥 這真的是攝影棚嗎 是啊 但是你看 藍綠是灰燈給我看用什麼用嘛 看起來是最近才設置了小型焚化爐 上頭截了一層硬掉的煤炭 看起來沒什麼在保養 看起來是兩個人用過山 留下來的殘疑 殘疾 盤子上什麼都沒留下 啊 那些人也是吃帶骨牛排呢 這些人還是吃牛 愛吃牛排啊 因為牛排是特別的啊 不過 總感覺哪有個對勁 哪裡 好像是怪怪的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怪怪的 是因為沒有骨頭嗎 有花針在綻放著 哇 好美喔 看起來有人在照顧呢 別客看進來 那排鐵柵欄感覺很危險 欸欸 成鋒擋個 進去看看吧 不會被人罵吧 欸 有上鎖 嗯 這沒意思 好 所以 所以就這樣 應該沒東西了吧 喔 怎麼辦 呃 再回到第一攝影 攝影棚好了 這邊應該都 一樣東西 啊 這個 是導演坐過的椅子吧 OK 這邊都有了 所以應該是 沒東西 好 我們出去吧 兩種燈梨 嗯 什麼都沒找到啊 欸 我該回卡關了吧 哇 這邊現在到工作人員 喔 OK 這邊還沒逛過 咦 在那裡的 是那個工作人員女孩喔 喂 喂 喂 啊 有沒有這河山先生的律師 我聽說囉 聽說你們表現得很好 沒有啦 哈 不過我還聽說警衛的大神被警察帶走了 也 也沒有啦 哈 剛剛大神談話給我 他叫我先塞好那個排水孔的洞 喔 你說那個洞啊 怎麼這樣那麼難看啊 那 那個 我 其實我對這種手工作衣不是很拿手 咦 可是你工作 不是委會那些大小道具嗎 是 是的 可是常常被我需要畫得更嚴重 別在意 別在意 這種事常發生啦 是的也是呢 那我就不要太糾結了 我覺得應該還是在你笑比較好 我看接下來代替大神 結果警衛是站崗 所以我先告辭囉 啊 是這樣啊 那就再見囉 好的 兩位請加油 今天法庭上提到那個小雪男孩 就是從那個排水孔爬進來的吧 好像是 所以才會急忙的塞起來嗎 我說成本堂哥 這樣那個孔被塞起來 那小孩沒辦法再進來 對吧 應該是吧 畢竟是為了這個才塞起來的 你覺得那個小朋友有點可憐啊 你那個打壞嗎 欸 真的可以嗎 成本堂哥 呃 這就是認真的 該怎麼辦 打 打 打壞吧 真沒辦法 欸 那你就打壞他吧 成本堂哥 你真是好人 欸 加著小朋友們 又可以進來了 那是借來的 那不是借來的 那是偷來的 那是你們上次拿 拿來的 好 再進來一次了 欸 有羊羹 這樣他放上霜天 這樣就超人的布偶裝 應該會放到這裡吧 記得核心宣傳是這麼說的 放人應該是看到 核心宣傳在睡午覺 展現身偷走了吧 可是萬一核心宣傳沒有睡午覺的話 放人原本是打算怎麼做的呢 誰 誰知道呢 嗯 本來很多餅乾 應該是工作人員準備的慰勞品吧 那個餅乾有下期限 直到今天為止呢 你可別跟我說你想吃啊 什麼嘛 核心宣傳包包裡面 放了什麼東西呢 啊 每頭放了像本大神會看的 沒一樣的八卦雜誌呢 喂喂喂別上次弄打開啊 是法律戰士啊 陳普堂哥 啊 你們好 啊 你這次打扮做這種事 還真不搭調呢 是喔 果然是這樣 我原本心想 畢竟是迷財背心 應該還蠻適合做這種事的 還要穿高領的衣服耶 在那場那邊狀況怎麼樣 有很多警察徘徊耶 真的很礙事呢 他們說要維持現場 所以連我要掃地他們都不允許呢 所以時間當天的中災還沒有辦法收拾掉 每次說 放在工作人員作業圈 裝著鼓樓的盤子 是的 真的爛得很困擾呢 這裡常常會有小朋友跑進來嗎 嗯 人數是沒那麼多啦 不過我倒是經常看到某個小朋友 那所以拿著相機 一面偷可以拍片現場 請問大神也很容易想阻止他 不過 畢竟還是抵不過佛呼的小朋友 今天在法院中我聽說過 是因為當天導演和製作人都在現場 不好意思 因為當時我在大道具窗戶那邊 所以沒有親眼看到 但他們當天在現場是事實沒錯 不過因為製片廠長對我們下達風口令 他們果然是想要保護導演嗎 與其說是導演 不如想要保護製作人吧 聽說是很優秀的製作人喔 原本製作製片廠幾乎倒閉 都是靠它一手救火的 製作製片廠來說 它都跟神一樣 這製作人嗎 離開 出 出事一下好了 喔 你這將軍藏槍嗎 那東西挺重的呢 我最好一幫你那把藏槍的 那個 公園這張照片 可是看起來好像脖子腳呢 請問這又怎麼回事 沒關係 竟然不知道就算了吧 OK 一般的小對話而已 走吧 等一下應該要出發 應該要看到那個小朋友才對 喔 有東西了 哇 這這 沈默大哥 剛剛的聲音是什麼 好像是從小木屋中傳出來的 底下好像有人了 打 打擾了喔 人的回應耶 太可能了 沈默大哥 好 進去看看吧 這樣不會雷蛇生自己吧 咦 有上鎖耶 鑰匙呢 我猜當門前的請問是應該會有吧 這也是為了吊槽 先接鑰匙吧 大神會見我們嗎 大神現在不在啊 現在沒辦法 那怎麼辦 先去其他地方 你 你們是誰 欸 喔 是導演 啊 那 那你又是誰啊 看 看起來就好可疑啊 這沒禮貌 你們竟然不知道我語在透眼嗎 我可是導演喔 教案軍超人 可是我寫出來的喔 欸 這真的嗎 欸 這真的嗎 這對不起 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你看起來很可疑 所以這個 不不 沒事的 沒關係 沒關係啦 真的 請 請問怎麼了嗎 請進去看你 請進去看你 很好喔 真的是非常好喔 實在很合我的胃口喔 那件衣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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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疊什麼東西啊 感覺 有個其他感覺啊 我的創作 我的沒量 哈哈哈哈 想到了 公主超人 來拍將軍超人的續集吧 免得就知道 小江戶 竟然是公主超人 公 公主超人 為什麼要被小江戶啊 江戶比大江戶戰士 將軍超人 不是殉掉了嗎 別認真啦 呵呵 那個 我想請教 事發當地的事 從大城口中套出我們的人 就是你們啊 是的 那天 那天啊 整個上午就在討論動作橋段的演出啊 然後中午以後就到第二攝影棚的小木屋開會 真的是滿到連午餐都沒辦法好好吃啊 是帶骨牛排嗎 Gagi 就是那個 怎麼難個 Gagi 是什麼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總之 中午到下午四點後的時間 我們一直都要開會 跟最多人還有電視台的最大人物開會 一大新人史玩的石碑是下午2點30分 如果這張畫的是真的 那就只有不再成證明了 請問 官員一起開會的那位製作人 呃 你們這製作精神一嗎 那個人可是天才喔 不過也很可怕 聽說最近 金華島嶼的製片場 都是被他一手救起來的 也是給我機會拍攝 將軍超人的大恩人 但事件發生當天 確實有一起參加會議 從中午到下午4點為止 我們都一起在一起喔 請問中央人物是指哪些人 就是製作部的部長跟鑽住廠商 還有經濟公司的人吧 他們全部都在中午前 製作了長行李車到這裡 那天這邊有夠緊張的 你當天都 都一直跟著這些人在一起嗎 是啊 全部都是百合百合的大術喔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應該不會隨便說話才對 OK好 就這樣 就這樣 OK 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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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調查 呃 這邊長大門 啊 你們 竟然還敢出現在這裡 哇 出出出現了 別把人家出現幽靈一樣 那個 沒想到大神這麼快就回來了呢 剛剛之後我被警察帶走 他們拿出將軍超人的備用布偶帶 被我穿上那件布偶裝 為什麼可能穿得下 的確 畢竟和鈺先生傻縮也有180公分 他們一直知道我穿不下後就放我走了 我想也是 因為你證明他不可能是放人的 總之 大神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個仇的 我不會再跟他們說一句話了 不是 你說很多人嗎 從現在開始啦 預備 開始 我不想理他 我吧 欸 還是跟我講話啦 OK 好 他不理我了 還沒話溝通 喔 是嘎酒才是對的 嗯 那這樣的話就要看英文版 是不是真的是那樣子翻了 這個遊戲是有英文版的 但是我現在懶得是啊 好 沒東西 想去小木屋應該沒用 因為小木屋要鑰匙才進得去 那還有誰啊 還有誰可以調查 這邊打大門 喔 看到他了 看到他了 啊 萬哲 你等一下 看來就是從那個爬水孔裝進來的 小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才不是小朋友 不會有這種口氣說話 什麼嘛 你明明就是小孩啊 這樣用這種口氣跟大人說話 你哪是什麼大人啊 你真的莫名其妙的怪物 莫 莫名其妙 什麼常個 我被欺負了 這小子 看來不是那麼容易親近 我是頑太 大龍頑太 下次再叫我小朋友 我就要幫你一刀兩斷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將軍超人嗎 或許你們輕易把將軍超人過來嘴邊 你說什麼啊 將軍超人可是我的好夥伴 你 別說我吵話 那麼那麼 第八節出現了 草莖老闆做過一句台詞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啊 他說 要一起點薯條嗎 嗯 果 果然厲害 哼 你知道這邊怎麼發生過什麼事件嗎 當然你也在想吧 沒有發現到什麼特 相信超人他 他是絕對不會輸給任何人的 我全部看在眼裡 咦 但是 我才不會告訴你們 啊 等一下 放開我啦 跑 跑掉了 咦 他跑掉的時候 好像說到桌子 有東西掉下來的 是瓶子嗎 為什麼這東西又掉在桌上 上面寫著安眠藥 話說那個小孩 剛才說我這句話 我全部都 全部都看在眼裡 嗯 嗯 合理的推斷 而且剛剛拿到安眠藥 也就是說核心先生才會一直睡 所以呢這誰下藥的呢 咦 大神不在耶 也太初心了吧 可 可惡 咦 是大神的聲音 臭小鬼站住啊 啊 他可能在追那個小朋友呢 啊 啊 他跌倒了 真的就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調查 啊 欸 成本大哥 我們今天快調查檢查檢查吧 住的也是 啊 成本大哥 叫這個 這還寫著小木屋的鑰匙 這是為了第二攝影棚那些小木屋 那我們就暫時監用一下吧 成本大哥 OK 趕快走趕快走趕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打開了 好 進去吧 成本大哥 來 你先起 成本大哥 看他還是很胖 呵呵呵 叫人家先去送死就對了 喔 炸彈武士 武士激情之下 哇 嚇我一跳 誰 咦 我們是河山先生 維藍的律師 是嗎 那 那個 請問你是 吉神 我是製作人 好苗條 這漂亮的女性 我們要去相親啦 是去設計公司 欸 交談 關於阿芳大廳的事 幾 吉神小姐 劇本 是 是的 我在找劇本 劇 劇本嗎 將軍超人的第13集 我現在想看 那個 我們想向您請教阿芳大廳的事情 我現在想讀劇本 我 完全無法溝通 那 那個 我們想向您請教關於將軍超人的事 每周 都有在電視上播放 該說的 全部都在那裡頭了 吉神小姐 他要我們去看電視 導演 就是那位雨在先生 請問他是怎麼樣的人呢 我應該說過了 我現在正在找劇本 對其他的事沒有興趣 吉神小姐 吉神小姐 該不會製片場的靈 都是這種怪人吧 這個嘛 無 無法否定 吉神小姐 該走了 去調查想要的地方吧 等等 有 有什麼事嗎 如果我們遇到雨在 把這個交給他 為什麼要我們做這種事啊 這個人好討厭喔 5 4 節 1代5字 0前主演 啊 這部片 是因為我是靠他自好的嗓音 成為大明星的故事喔 1代先生歌還要很棒了 這也是一個很舊的海報 啊這個 真是還念了 這部片的主題 是他已經有過了消動急事的夏季羅曼史喔 龜血不論主題 為什麼會出現馬跟武士啊 這張舊海報 炸彈武士 一代武士 臨前主演 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 OK OK 走吧 出事有用嗎 出事一下 OK 不理我 OK 很好 很拽 很拽的 很拽的製作人 很好很好很好 好累喔 暗影大堆 對了 這段人要把這張字條給你 欸 把十三集的劇本拿來 被這麼一說 我的劇本放到哪裡去了 我...我好像忘記放在門裡了 該...該怎麼辦 他...他...他又要罵我了 怎麼難個 我們這邊導演可能去的地方找到 應該會比較快吧 我想也是 欸... 欸... 那我要去哪裡找 火力咧 我還幫你找 我傻眼了 這裡有可能嗎 這邊都...按過 還是掉塔垃圾桶啊 沒有...他到哪裡 休息室應該是沒有 這裡應該也沒有 第一攝影棚 拿去第一 啊...就這個啦 啊...這個...是導演坐的椅子 啊...這個...是導演坐的椅子 直敲 你...掉到這張椅子四周的周圍吧 那才導演不是說過了 忘記把劇本放到哪裡了 走到了...怎麼難哥 是劇本 果然沒錯 可以先讀一下劇本嗎 OK 是不是拿給... 真的拿給機聲音 還是拿給導演 呵呵... 我找到劇本囉 謝謝你 但是喔 那要等那麼久 我沒敢拿過去啦 不好意思... 你拜託... 你們乾天我拿給他嗎 他會製作的 這那麼恐怖嗎 他會跟變態一樣 像舔舌頭 結果還是要我拿過去啊 搞什麼東西啊 我們這些人 到底是你們的工作 還是我的工作啊 你們這些薪水小偷 欸...做事 我拿過來了 來...劇本在這 這樣啊 那...那...那個... 就這樣子嗎 安靜一點 我現在跟他讀劇本 我說啦 今天差不多有點好嗎 你們是什麼人啊 我們...我們可是... 核心的委任律師 是...是的 你們在懷疑我嗎 啊...不...那個...不是這樣的 你們是想問... 案發當天的事吧 是...是的 請告訴我們 你們已經知道 當天有一場 從中午開始的會議吧 是的 跟導演的電視台人 一起開的 沒錯 那就聽好了 那天下午 在當中小木屋的人 沒有任何人有辦法 清瓦第一攝影棚 這...這是為什麼 因為路堵住了 霧...霧嗎 有看到法濟猴殿下吧 法濟...法濟猴殿下 就是那隻美頭的猴子 哦...哦...就是那個啊 哦...哦... 到了3點以後 才開始幫你頭部的作業 直到4點 到落台重新恢復暢通 聽好了 一代的死亡時刻是2點半 但在這裡的人 直到下午4點以前 都一直被關在這棟小木屋裡 根本沒有辦法去第一攝影棚 是什麼 這是真的 直到下午3點之後 採用重機搬開 搬開頭 而且還是委任公司外部的人幫忙 那些作業人們應該都還記得 但...但是 頭部如果是2點半以後 損壞人呢 那應該就能前往第一攝影棚了 2點半 是一代死亡的時間 好吧 你們跟我來 那隻法濟猴殿下 又沒壞了話 會自動暴死 比如說 現在是4點鐘 滴滴 應該去調查那顆頭 始終就壞掉那個頭 壞掉的瞬間 什麼人哥 始終停了2點15分喔 沒錯 這條路在2點15分到4點之間 是堵住的 所以我們是清白的 一大先生與第一攝影棚 死亡時間是2點半嗎 那就這樣了 再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除了河山先生以外 真的沒有人有殺害一大先生的嫌疑嗎 已經...沒希望了 這下頭痛了 看來應該心會事務所好好思考一下 先走跟擋 先走跟擋 好像走投無路了 現在放下還太早了喔 咦 明明就還有辦法啊 千...千尋姐 真希望你能早點出來 對不起 最好正在陷入困境 那真效必須全新禮復時 我才能夠現身 也就是說 現在才陷入困境對吧 是啊 而且相當嚴重的困境 那個... 前回前回解說的辦法是什麼 當然就是那位小朋友咯 那個小男生 看起來並不想幫助我們 只是想一想有什麼好方法咯 總之再去一趟製片場吧 因為那個小朋友 就是我們最後的線索了 這句話我怎麼還在耐腿聽過 哼哼哼哼 吶 吶 親 親 practiced怎麼了嗎 啊 啊 嗚 死小孩 下次那我遇到 一定要 我手上 可是有能指的 人 能指 是什麼 那 那個 請問我小朋友回來怎麼了 小生好看到他 一定要打死他 唉呦唉呦真可怕的阿姨呢 那才我们去见过导演呢 我的心脏好痛 不要紧吧 在我死之前想去几把阿姨再做回一次 想去阿妈现在给一代上香了 请问男子是什么 那个新营娜在淘宝的时候 就掉了然后他就跑掉了 他一定会会让他做东西的 导演呢 那个人子 也许可以在我们跟晚太小弟问话的时候拍声用帐 大神 那个 不行 大神我一定要亲自打到那个西音啦 导演呢 永远能够跟他利息交换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吗 照片 嗯好生年该这里 那先去第一现场好了 第一交换东西哦 等一下啦 怎么长 刚才那孩子就是 是了 他就是大龙皇太 看来他跑进去远远说学试了 我记得他应该躺到这里来了 啊 走了 他又跑掉了 等等 太好了 他回来了 不 不会吧 我们需要你的协助 请帮帮我们 哇靠啊 这个小变态 啊 千询姐叫你就停下来 哇里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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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太 哦 我叫林女千群 请多指教哦 请 请多指教 我叫陈不堂容易 没人问你啦 那么陈不堂 现在就交给你了 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 你懂得屁啊 干 干 干嘛这样讲话 陈不堂 不可以好小朋友哦 对啊 总可以好小朋友嘛 他怎么现在又愿意叫自己小朋友了 告诉大哥哥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啦 不行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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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东西 掉 他 OK 先离开这里 西vacc 里面相当真真很帥气耶 我也好想要一只哦 伤知 你在这都那里 你应该就是 搖 我 這是第一攝影棚的 是的 就是門禁卡 大神我想去 借給阿大上香 因為我是他的粉絲 大神難道手上沒有門禁卡嗎 因為那裡帶不是我負責的區域 借我卡片啊 借啦 陳木棠 你就借給他吧 好吧 那這個給你 等等 大神我最不喜歡見面的人情了 你們就拿走這個吧 請問這是什麼 是將軍超人的卡片嗎 是那個新伊拉調的 對他而言 大哥是很重要的東西吧 謝謝你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麼大神我要走了 那小弟 這個 啊 那是我的卡片 卡 卡片 就是收集卡啦 明明是大人這樣那麼無知 本來這個送給你 先告訴我們以前你知道的事情吧 這本來就是我的東西 資本主義社會與基本原則是等下交換 明明是大人這樣那麼無知 是這樣子喔 哇 它 碎它 它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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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理我 哇哩咧 怎麼辦 沒招啦 我沒招了 難道要去找核心 核心先生嗎 哎呀 兩位好 啊 你好 你在這個地方做什麼 那個 我正在擠在你資料 怎麼了 你身旁這位 感覺氣氛變好多喔 簡直換了人似的 應該是你的錯覺啦 對啊 我怎麼覺得應該不是 沒有 只有剛才為止 真的是到我天方地覆呢 大神追著那小孩到處跑 結果還是被他逃掉 那他大方雷霆呢 嗯 我們也看到了 看到他們把羊羹捏碎 是的 沒想到會出真有事 真的是很遺憾 但我聽說他最近人性下垮之夜的傳聞 是啊 自從發生那件事 那件事 余師先生不知道 一大先生做過什麼事嗎 我不知道耶 很抱歉 剛才忘了說了 不該說的話 在念在意 那件事到底是什麼 中午口中 實在是 真是的 又是那個封口令 啊 是江南超人的集幻卡 其實我也在收集喔 可是他一張都能收集到整套了呢 整套 這所以知道所有卡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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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這張卡片 是我一直在找的最後一張 那那個 或許會覺得 我是不知羞識的女人 但 但是 是 拜託你了 可以的話 請給我交換卡片 交換 就是交換卡片 這個 我有多一張西遊卡 西遊卡 這是很正面的卡片 請務必拜託你 拜託了 好 好 走吧 可以交換了 我 有 有 有 來 來吧 小朋友 給我的西遊卡 我說 這張卡片 啊 那張卡 那時候我一直去的最後一張西遊卡 喂 給我快給我啊 怎麼回事 這種反應這麼激烈 很好 要不要跟大哥交流一下啊 好 我用將軍長江加貪光魔人跟你換 不 不不 我不用你的卡片 你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什麼 這樣就好 好啊 你要問什麼都可以 好了 怎麼躺 相當問話吧 如果有對我方有利的證書 那每天就要請他上法庭的 喔喔喔喔喔 重點可不是長相 怕摔還是摔掉我一點醜事之道 大哥你也很喜歡將軍超人吧 對 對啊 最喜歡的 那我問你 你喜歡將軍超人哪個部分 戰鬥的英姿 你說的很對啊 戰鬥上是絕對不會輸的 快看我這本相簿 這..這是什麼 都是將軍超人的照片 假如是將軍超人的表演 我到底一定會去 喔 這是百貨公司頂的 或遊樂圈表演那種嗎 然後 我就像這樣 把將軍超人勝利的瞬間拍下來 一張不露 全都有拍下來喔 完美無缺 快看這個 這個是新買的數位相機喔 唉呀 真是帥氣 這個是最新的機種呢 我爸媽剛買給我沒多久呢 這本相簿的名字就叫 將軍超人光榮足跡喔 將軍超人五輪那種的時候 都一定會獲勝 大姐姐 如果有想要的話 這本就送你吧 咦 真的可以嗎 嗯 因為這都是我用數位相機拍下來的 檔案都還留著 雖然還能再做一本 嗯 那我就不客氣囉 總覺得親戚群姐這樣不工作 應該也有辦法生存 嗯 剛剛清醒姐問號了一下 你的事件發生當天 你們來到這裡吧 嗯 嗯 你在那時候有看到什麼嗎 完蛋小弟 這裡一切都是為了正義才問你的喔 這邊床裡永遠都是正義的死者對吧 既然你是他的粉絲 你應該也為正義努力才對喔 我 我 我看到了啊 我全部都看到了 晚蛋小弟 告訴我事件發生 你究竟看到什麼 那一天 我大概兩點才到這裡 為了不被大嬸發現 我走進馬路外的樹林裡 結果就不小心沒路 大概花30分鐘左右吧 最後就能走到攝影棚前面 結果就 晚蛋小弟 你怎麼了 就看到將軍超人 打倒壞蛋了 讓他的長槍跟平常一樣 一擊必殺 那個殘滅很逼真 讓我突然覺得很害怕 那一天就這樣回家了 是 是這樣喔 那你現在還好吧 你講的話 感覺好敷衍喔 清醒姐 嗯 也就是說 殺人的話就是將軍超人對吧 對啊 而導演他們有不在場證明 所以他們不是將軍超人 沒錯 這麼一來 反正只有可能是核心先生了 這雖然很出乎我意料 但萬一讓這個孩子 法庭進行證述 委託人決定會被判為有罪 還是別請他上法庭好了 也是 那就別管這孩子吧 這可不行 我已經聽到那番話了喔 這邊小朋友是解放正向的正能 我會將好好保護他 來吧小朋友 跟洗洗大哥哥在警察局一起吻水吧 都不要 哇 這 真是頭痛 這下子 我們手上又失去線索了 我想讓對方得到有力的正能 該怎麼辦啊 勸勸姊姊 這個嗎 我差不多該回去了 有問題 一定有辦法的 我說不說 明天請你再上法庭啊 因為我沒有自信 陳不堂 我只問你一句話 你相信核心先生的清白嗎 當然相信了 我就想聽你這句話 好吧 明天在法庭見吧 好 好的 那就請多指教了 拜託你嘍 好 好 最精彩的部分又要來了 那 那個 陳不堂先生 為什麼一直都板著一張嚴肅的眼呢 沒事 沒什麼啦 是吧 群群姐 哇 好嚴肅的表情 陳不堂 你的鬼頭人現在已經一隻腳踏進棺材了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 我對他感覺 感覺到某種親近感 請別開這種惡劣的玩笑啦 這次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 但是如果核心現在真的是清白的話 有可能是我們遺漏了什麼 遺漏了 今天你待在法庭上 找出被我們遺漏的東西 否則我們今天絕對會輸掉 現在本院宣布核心傷難樣開始審理 檢方已經準備完畢 便方已經準備完成 那麼預先檢察官請進行開場程序 在昨天的法庭中 解法令人意外的事實 案發當天 英都製片場中 還有其他相關人士在場 今天我方跟證明這些人 與本案無關 我知道了 那麼 立刻傳換正人吧 且第一位正人 理在拓椅出庭 正人 你的姓名直接是 什麼啊 這是試鏡 竟然不是不是我 那可是導演 竟然拓椅出庭 這是我製作的啊 我這對於在拓椅 我不是導演 拍電視節目的 正人當天在印度製片場吧 是的 對著 嗯 那麼請你針對當天的金礦 進行證書 怎麼了 首先就來追究這名正人的證書內容吧 如果核心現在不是犯人的話 那麼最可疑的 就是當天在窮幕屋裡的人 它還要是 對著 它這對 你 很好 當然 我是早上9點左右 最近去營業攝影棚 今天上午 一直要討論動作強棚吧 不知道為什麼 喝了比一起還要長的時間 其他人好像都在工作人員中 一些日子的午餐 但是我的小木屋都開會 所以沒有吃到 我也看到最後在五四年左右吧 我也知道沒有任何人禮席過 大概就是這樣吧 被害人依賴先生的遇害時間是兩點半左右 這段時間想問問的人正在或於從事吧 那麼辯護人請繼續詢問 好的 平常坐這個時間進攝影棚 時間很不固定 有些人士都是這樣的 請問這要忙什麼呢 早上公司人員在住A區 對阿 討論將越超越和貪官磨冷的絕對橋段 這場討論會議中還有其他人出席嗎 對了 我想請問大臣一直盯著我們 他一直對阿代發出沙啞的尖叫聲 嗯 就這些人 為什麼會花得比預期還要長的時間 嗯 嗯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 可是他扭到腳了 對了 就只有這麼一回事 不可以的他 為什麼沒有中餐可以吃 中餐嗎 中餐請問你吃的是什麼 大股牛排啦 就夠做的一口給我吃的 正人提到其他人都吃的無常 表示你沒吃到嗎 所以最後你沒有吃到帶骨牛排嗎 就是這樣我沒有吃到牛排 很可憐吧 怎麼躺 你怎麼看剛才那番話 不覺得不對勁嗎 說的是確實不對勁 導演 怎麼了 當我去小木屋的時候 看到桌子上 我擺著兩份 跟工作人員做一群一樣的盤子 請問那是誰吃的 這個 這個 那個這個那個那個這個 你居然被發現了 那個 因為很多人 我常常都不說 吃了我最好還是有吃的 這帶骨牛排嗎 對啊 畢竟難得有工作人員逃給我吃嗎 好 如果想說待會再吃 那就待機想問問了 真是貪吃啊 然後呢 也是聖壽吃的 這回憶中 只有一次休息時間 就那個時候一口氣吃軟 真髒啊 但是等一下 如果說中途有休息 那這時候就出現矛盾了 那這場中間已經猜忍未來故事早下 還有遇上之類的 那些戰鬥廠商竟然監在我的面說 你寫的訊息實在不是我小兒子看呢 感覺可以想像得到 那個沒有人在會議圖中禮席嗎 你們一次都沒有休息過嗎 這個嗎 對啊 都沒有休息過喔 這個汗的部分 那我有點在意啊 請等一下 道琳 你剛才是這麼說的吧 在休息時間吃了牛排 哼哼哼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哼哼 真能 請問是怎麼回事 這個嗎 確實有休息了 什麼糖 太棒了 不過有休息的話 或許就能趁機去攝影棚 沈方長 我方請求正確休息時間 進行正數 我知道了 那麼正能 請進行正數 哼哼哼哼哼哼 他怎麼在笑 就是有休息過了 沒錯了 但是只有說五分鐘耶 你知道嗎 你怎麼可能在這麼多時間 當地去攝影棚殺人呢 他怎麼會帶給牛排 就已經沒時間了 哼哼 如果是我的話 大概你牛排就吃不完吧 那麼請進行詢問 這個嗎 我想應該是兩點半 開始的15分鐘左右 在15分鐘之間 請問做了什麼 還要說嗎 不然是吃蛋骨牛排啊 但我記得小木屋桌子上 有兩盤碟子 噢 另外一盤是精神小一點吃的 只花15分鐘就吃到蛋骨牛排 動作還真快 請問是為什麼 請問是為什麼 好了 不要繼續做這種毫無意義的詢問 審判長 目前的證述已經足以證明 在小木屋中的人 與本案無關 因為他們不可能前往第一攝影棚 什麼 還是說辯護人 你怎麼看 成不檔 現在是關鍵喔 要謹慎思考 嗯 老實說我也覺得不可能啊 線上的觀眾朋友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雖然不想在這個接骨眼承認 但是也沒有辦法把歪二說得直的 小木屋的人 確實無法前往攝影棚 哼 還以為會和往常一樣 不經大腦地反駁我 看來一定是懂事的啊 你的意思是 遇見警察官 非常簡單 被害人死亡當時 小木屋裡的成員 確實是在休息 然而 前往攝影棚的路 是堵住的 就是因為法忌猴小弟的頭 他的頭在2點15分時 因強風的折斷 也就是說 即使在2點30分休息 也過不去那條路 因為有法忌猴小弟的頭擋住路 其實法忌猴殿下 才是正確的名稱 但我沒有信心去吐到這邊 經由一向辯證 我方結束針對這位證人的詢問 被結束了 那麼 我提出我的意見吧 案發當天 第二攝影棚的小木屋裡 有幾位人士 但是他們無法前往第一攝影棚 所以明顯可證 他們與本案無關 另外 這將軍照片的照片 也一起來看 只有被告人穿下 現在 直確一項證明 那就是 只要證明這位將軍曹人 就是犯人 因為一切都定案了 司法長 檢方當然已經準備好 具決定性的證人 遇見檢察官 你說具決定性的證人 究竟是 他親眼目睹 將軍曹人殺死被害人的瞬間 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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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休息十分鐘後 再向該位鎮的問話吧 那麼現在開始休息 千...千...千...千訊姐 該怎麼辦 小木屋的人 已經被認定於本案無關了 很抱歉 沈默桃 看來是我猜錯了 不...怎麼會這樣 如果連千訊姐都放棄的話 我就... 別誤會了 我到今天為止 通常不曾放棄過 剛才的詢問中 只遺欠了一件事 那就是在小木屋的人 不可能前往第一攝影棚 我原本以為 關鍵應該是會在這個點 但必非如此,我猜錯了 就這樣而已 那個...我...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了? 怎麼感覺整個法庭人都在說 就是你下手的 請放心 如果你是無辜的 我們就證明你的清白 請嫁給我們 他也會請兄做好了 你可是將軍超人了 哼...很不好意思 好惹成不倒 你可要加把勁喔 為了喜歡的將軍超人那些孩子們的笑容 那麼...請繼續審判吧 警方認為 以兇傷害的正能身份 傳喚能懶言又可愛的小學生 還要接受面對... 對面那位辯護人提出的惡意提問 實在不忍心 可是... 既然事情到這個田地 也不得已的 我方要求正能 身份傳喚大龍恆泰出挺 好可愛 審判長 請提供正能站台 說得也是 罰警 請準備箱子 請說出你的姓名和學年 請說出你的姓名和學年 看來又是一場風波 不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 色色的小學生 對方則是個小孩 所以...請你說話更柔和一點 真的...不...玩家小弟 看他這樣勉強自己 最近也肯到心酸 你當天...也就是事件發生當天 去過印度製片場吧 我不能去嗎 希望你告訴在場所有人 當時你看到什麼 咦 告訴大叔 跟一副轉眼的胡子老頭嗎 是大哥哥 是胡子大叔 話說回來 法庭內應該禁止 攜帶相機入場才對 因為真的事先聲明 沒有相機就不多證書 所以希望特... 準本案...本次提案 本次案例 跟小孩做交涉 結果還輸囉 這台相機可是最近 幫忙買給我的 算了 不太會用 最近無論去哪裡 一定大家在身上喔 沉不躺 我遠在那台相機呢 正好在法庭記錄 交入一份檔案 那麼...韭菜小弟 進證書 那件事情發生當天 到底看到什麼啦 我一直很想看看將軍超人的彩排啦 在網路上找到地圖那天 就立刻去製片廠了 為了不被警官大神發現 我經過馬路外的速從 總之就是想去攝影門看看 圖中大概迷路了30分鐘左右 但是一到攝影門附近 就會看到將軍超人了 我那時候很高興 仔細一看 發現連壞蛋都在 將軍超人他 當然打擾那個壞蛋了 要是我有帶了相機 我一定把它拍下來 不會錯過的 可是...後來我還是無法進到攝影棚內 當天就這樣回家了 如果我有帶了相機的話 請溫柔一點 你這麼想要將軍超人啊 還用說 我把電視上播了 全都錄下來了 辦公公室表演一段落 都要去看 你有去遊樂人看嗎 當然啊 我爸以後都陪我去 爸爸嗎 真是辛苦的職業 你那天是第一次到攝影棚的嗎 其實我之前都去過好姐知道啊 但是沒有一天 碰到是彩排的日子 我也覺得大神又很囉唆 那邊製作廠是開墾上 就後來見到出來的對吧 所以只要是外走出馬路外 走來就變成樹丑 原來無死 然後啊 你在前往攝影棚的時候 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嗎 不尋常的地方 比如說 你有看到這種猴子嗎 啊 他就跑了街頭殿下 我有看到這傢伙 但他那時候的頭還沒有斷 你昨天走到攝影棚嗎 有什麼 你在訴訟說明了沒有嗎 對啊 走到一半 更不知道自己往哪走 但我看到攝影棚南車大門死 這門超開心的 然後啊 你昨天看到將軍超人 嗯 我看到他在攝影棚門附近 看到他在門附近還在想什麼事情 那最後就打開門 進去裡頭了 喔 然後呢 你說的壞蛋你是怎麼樣的人 是人類 又高又說的人類 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不知道 離我很遠嗎 搞什麼 這麼不清不楚的 真心超人他 但當然當然那壞蛋了 那個壞蛋後來怎麼樣了 咦 嗯 嗯 嗯 就一動也不動的 跟真的style一樣 但我可是專業的動作演員 這樣啊 要是你有帶著相機 什麼啊 你那時候沒帶相機嗎 對 對啊 我也不是所有人都帶著相機的 全部躺 對方是小孩喔 口氣比太嚴苛 當然不能手下留情 喔 結束了 出事 出事相機 欸 九太小弟 你剛才說的話有點怪怪的喔 你剛才不是說 隨時都會帶著數位相機在身上嗎 而且口氣還很篤定 咦 說謊是不對的喔 變護人 可以打亂一下嗎 糟糕 我已去太兇了嗎 請問數位相機是什麼啊 呃 就是數位化電子照相機 是最面流行的一種相機 原來如此 總之 九太小弟 如果你有設計是變長 一定不可能忘記大相機 你其實是有帶著的吧 嗯 辯護人 竟然這樣笑小孩 真不知羞恥很難的 不管是小孩還是檢察官 都不該說好 為什麼會扯到檢察官呢 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九太小弟 這怎麼樣啦 對啦 我確實有帶相機 但是那要怎樣 那麼相機呢 你當天沒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啊 因為我那天看得很怒迷 嗯 那麼請證書你所看到的事吧 我 我確實有帶著相機啦 不過 不過 我當時眼睛一秒鐘都沒有離開將軍超人喔 突然呢 壞蛋都開始攻擊將軍超人 然後 壞蛋就不動了 將軍超人就在很強呢 欸 已經結束了嗎 這是簡潔的證數呢 那麼請進行詢問 為什麼你沒有用相機 那你一直都看著戰軍超人戰鬥嗎 那 那還用說 你的目光都沒離開嗎 你的目光都沒離開嗎 那你請告訴我將軍超人戰鬥的樣子 好 好啊 所以這壞蛋先出手了吧 對 那你看到的壞蛋 是怎樣的人 我剛才沒說嗎 是人類啊 那個人長什麼樣子 我已經不太清楚了 因為我只看到 看著將軍超人 原來如此 那後來怎麼了 為什麼 咦 什麼為什麼啊 壞蛋為什麼不動了 那當然是因為 將軍超人打下來了壞蛋啊 所以我在問你 壞蛋是怎麼被打倒的 怎麼被打倒的 是 大概就是這樣吧 你那眼是什麼意思啊 該怎麼辦 韭菜小弟 怎 怎樣啊 你剛才是這麼說的 眼睛一秒鐘都沒有離開將軍超人 那 那要怎麼樣 但是為什麼 你沒有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呢 小朋友眼睛又好好做出戰術了 你應該也很明白 他並沒有好好做出戰術吧 一般的殺人犯 是不會用將軍巴掌攻擊對方的 也就是說 舊海小弟 並沒有看到將軍超人戰鬥時 最重要的瞬間 也就是說 打倒敵人那一瞬間 速盡速盡 辯護人 但是這非常有問題 你能說明這其中的原油嗎 那個這個 什麼糖 你的傳統方向非常正確 為什麼腳踏小弟 沒有看到戰鬥的關鍵部分 我想你一定能想到其中的理由的 辯護人 請你回答 為什麼這名小朋友 他是將軍超人的狂熱粉絲 但是卻沒有看到戰鬥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為了證物 還真的是3 證物嗎 是的 為什麼九台小弟 可以將目光從場面中撇開的呢 是這個嗎 還是是位相機 好啦 先選這個 好 選錯了 看這個反應知道選錯了 他沒有扣我血 就這個 是相機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推上他2 也沒錯 因為我們推上他2 看其他東西就是相機 什麼 那台相機是 這台相機是九台小弟的父母 最近買給他的 這個剛才我聽到了 他還不熟悉相機的使用方法 這個我也知道 啊 九台小弟 在將軍超人使出最後一集的瞬間 是看他手上的相機 當然 就是為了拍下照片 看來我說中了 你是怎樣啦 欺負我很好玩嗎 我並不是在欺負你啊 你成功了成功了 其他小弟果然在說謊 將軍超人在他眼前的戰鬥 他卻沒拍下照片 這是不可能的 是的 聽好了 聽好了 你剛才看到將軍超人的照片 只有一種可能性 那就是你為了要拍照 再調整你手上的相機 因為這台相機才剛買 你還不熟悉操作方法 所以才錯過關鍵時刻吧 對啦 對啦 好了 陳部長 這孩子一定還有隱瞞別的事 讓他進行證數一次吧 陳部長 陳部長 辯方要求九台小弟 再次提供證數 我知道了 那麼九台小弟 請你針對那台相機 還有沒拍下照片的原因 請我更想請給我們知道嗎 大人的世界 可是很嚴苛的喔 你這傢伙說得沒錯啦 因為你將軍超人甩開壞蛋的手 因為想要拍照 所以加好相機 但是因為前後沒打開 所以就來不及拍了 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嗯 這些鑽石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我不知道 但我還要進行詢問 嗯 有的鑽石比較有利啊 這倒是真的 我是大哥哥喔 為什麼會搶到這些無銳的成為 你有看到這螢幕就是了 嗯 那你有發現到什麼事嗎 感覺將軍超人的動作 跟平常不太一樣 動作不太一樣 為什麼最後沒拍的照片 對 這台新鑽石有很多按鈕 操作起來很複雜啊 不然我本來想要按快門的啦 剛進行我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嗯 倒到地上的人 還有將軍超人 然後 結束了 對 對啦 是我沒拍到照片 是我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拍照片 他真的沒拍到照片嗎 有韭菜小弟的個性 他絕不可能沒按下快門 韭菜小弟 我可是什麼都知道了喔 你一定有拍到照片 看來被我猜對了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問韭菜小弟說什麼話 大哥哥我 都全部看穿的喔 好強喔 這反應感覺挺好的 我 我確實有拍到照片啦 那麼請你更改你的證數吧 你刪掉 答案了 對 對啦 為什麼 明明是你最愛的將軍超人刪你的照片 沒 沒什麼啦 那種東西留著也沒有意義吧 這樣到便扭嗎 可能必須把矛盾 看在他眼前才行 這麼短的針錄中 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嗎 一定有什麼問題 看你找出來了 找出那孩子的真心話 應該就是這個吧 應該就是這個吧 很謝謝給我們這門相簿 喔 記得你昨天是這麼說的吧 只要是將軍超人的表演 我一定都會去 然後啊 我一定會像這樣 把將軍超人勝利的瞬間拍下來 一張不落 全都有拍下來喔 完美也無缺 聽好了 如果我們拍下將軍超人戰勝的瞬間 你絕對被不可能刪掉 因為一定會放在這門相簿裡 余護人 那本相簿是什麼 這本相簿名為光榮的足跡 是九太小弟拍攝將軍超人的照片 並收集成色的相簿 至今為止 他拍下所有將軍超人勝利的瞬間 是喔 但是 這本相簿中 卻沒有案發當天將軍超人的照片 出境 陳古堂律師 這又是為什麼呢 如果將軍超人打到敵人的話 照片卻沒有放進那本相簿 的確不太對勁 正是如此 阿...阿鬧說 陳古堂 看來我們終於找到了 一人不敢相信的真相 千...千尋姐 那麼...果然是... 對 你正在想的事 我想應該是正確的 你就告訴陳辦長 告訴他真相 辯護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相簿中 沒有案發當天的照片 為什麼小朋友 要刪掉照片的檔案呢 我想... 九太小弟 是會藝術家 藝術家 他不滿意自己拍到的照片 是焦點沒對準 又或者是主角不在正中央 總之 就是因為這些理由 他來刪掉答案的 是這樣嗎 九太小弟 怎麼叫主角不在正中央啊 看來不是這樣的 是喔 那真的答案一定是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好 上錯檔好不好 好 上錯檔 好 上錯檔 這很簡單 九太小弟也不習慣 像你的使用方法 所以不小心上錯檔案的 等一下啦 陳不躺 因為這個檔案 最後是不會有進展的 咦 不...不對嗎 好啦 可以吧各位 唯的可能的理由 只有一點 那就是 將軍超人沒有獲勝 所以九太小弟 才會參加戰片檔 將軍超人 輸了 我說的沒錯吧 九太小弟 其實將軍超人 是被壞人打倒的 沒錯吧 你在說什麼 將軍超人是不會輸的 絕對不會輸 他絕對不肯輸給任何人 審判長 九太小弟剛才這番話 我想已經說明一切 他殺下沒有拍到照片 這個謊言的理由 還有把辛苦拍到的照片 刪掉的理由 就是因為九太小弟而言 將軍超人是絕對不能輸的 然而九太小弟卻默疾到了 絕不該發生的一幕 沒錯 就是將軍超人被打敗的瞬間 不過 九太小弟並不想承認他的敗北 所以就說了好 謊稱看到將軍超人打贏的壞蛋 宿靜 宿靜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 九太小弟 你究竟看到了什麼 九太小弟 那一天你看到的 是將軍超人被打敗的瞬間 我說的沒錯吧 對啦 你說的沒錯 將軍超人被打倒了 然後就轉移不動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會想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很嚴重的誤會 我會想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很嚴重的誤會 你說誤會 你說誤會 到底是哪裡誤會 到底是哪裡誤會 不用啦 不用啦 要選錯嗎 選錯給我們看一下吧 我是選選二啊 這次按鍵中 並沒有被害人 你 你說什麼 蛤 你各位啊 你各位 大家都選錯了 我就說嘛 我們就是要選 故意選錯嘛 結果就對了 一代武士 確實已經上命 但將軍超人也被打倒了 所以這場戰鬥 算是不分勝負 我已經不知道該跟你說什麼了 聽好了 在這次按鍵中 上命的人 只有一代武士一位 你竟然說沒有被害人 你是剛剛出生不會動腦嗎 有必要說成這樣嗎 很抱歉 看哪重大誤會的人是我 看我像有個線路 我還未選對了 想像中文認真在講 我還以為是對的 好啦是二啦 可以吧可以吧 好啦是二啦 我對了我知道啦 我知道是二啦 別吵 我知道才會啦 這些都是戲劇效果 我當然知道啊 對不對 我不搞一些 戲劇效果 你們怎麼會繼續看呢 對不對 對吧 我剛剛覺得 我剛剛覺得 剛剛講得很合理耶 我剛剛覺得 主角講得蠻合理的 腳瞭解其中內情 一切都很簡單 戰鬥開 戰鬥的結果 是將軍超人倒下來 一動也不動 也就是說 將軍超人並非殺人犯 而是被害的 也就是說 將軍超人其實是一代武士才對 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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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 這張照片中的將軍超人 其實是一代武士嗎 就是這個意思 一代武士在整個上午 都有參與動作橋上的會議 所以他當然知道 核心的腳會受傷 不 不過 一代先生 不是去的第一攝影棚嗎 大家確實這麼以為的 但是請回想看看 警衛大臣是這麼證書的 大臣我下午一點才進到警衛室的 你說阿代 我沒看到 但應該是大臣我回到警衛室前 就已經回到攝影棚了吧 一代武士在用完午餐後 就離開工作人員作業區 可是沒有人看到他前往第一攝影棚 他當時還等待 核心現在在演員休息室五歲 然後潛艦休息室 偷手的不偶裝 可是 到底被害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 這我就不知道了 原來是這樣阿 我一直覺得將軍超人的動作 跟平常不太一樣 原來是裡頭的人不一樣 大叔 什麼事 其實我還有一個檔案沒有傷掉 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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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張照片無法當作證據 就還給你吧 等一下 沈默黨 這 怎麼了嗎 你再仔細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張照片上 能夠說明這件事件的 萊姆區曼最強證物啊 咦 咦 審判長 請讓我看這張照片 這無所謂啊 沈默黨 快告訴審判長 暗藏在這張照片中的 關鍵性的矛盾 我看這張照片 大概就是這裡吧 咦 我有選錯了嗎 那我要選上面那個 要選這個不行嗎 奇怪 為什麼選中間不行啊 為什麼你要選右看角那個 門 門住嗎 重要的是 寫在門桌上面的數字 寫在門桌上面的數字 數字 這是2嗎 看得很不清楚 但至少很清楚 它絕對不是寫1 看來醫院檢察官 一眼睛了解我的意思了 怎麼會 怎麼可能這種事 發生了什麼事 請你說明 讓我了解狀況 那我用平面圖說明吧 遺體在這裡 也是在1號攝影棚被發現的 男兒 在案發現了 當時拍的照片 上頭門主寫的數字是2 卻不是1 審判長 事件聲稱發生的地址 其實是這裡 就是這個2號攝影棚 原來如此 門主上 確實寫著這2 這邊第二攝影棚 有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邊沒問是因為我覺得太明顯了 不需要問了 這我們已經知道了 路是從2點15分被塞住的 就是說被害人是在2點15分之前 前往第二攝影棚的 確實是這樣 請回想起於再導演證述 他是這麼說的 因你沒辦法前往第一攝影棚 所以小木屋椅的人不是犯人 然而真相卻是相反的 只有帶在小木屋椅的人 才可能是犯人 因為命案是在第二攝影棚中發生的 第二攝影棚中 有一棟小木屋 暗放大天 小木屋曾有一場會議 而被害人的鎖完時間 剛好是小屋裡 是休息時間 以這導演和基層製作人 吃了牛排 然而這棟小木屋 就是凶殺案的暗發現場 速箭速箭 辯方提出以下的主張 真正的命案現場 是第二攝影棚 而大神所看到的被害人 一代無知 一代先生基於某些理由 偷走將軍先生的布偶裝後 前往第二攝影棚 太愚蠢 一代無知是被害人 他到底為什麼要偷布偶裝 難道你想說 他是想被殺死才這麼做的 這個 這個 嗯 還是說 有什麼證據 能夠證明這件事 能夠證明被害人 一代先生 偷走布偶裝的證據是什麼 喔 我是一代 我有證據 你 你說什麼 真的有證據嗎 一代先生 一代先生偷走將軍布偶裝 證據就是 對 證據就是這個 這是藥瓶嗎 這是何欣先生一行人 在工作人員作業區中吃骨三食 這是他們使用的桌上發現的 標籤上面寫著安眠藥 安眠藥 當天被告的何欣先生 下午一直在午睡 因為他被嚇了安眠藥 下屬的人 這是一代先生 請忍一下 這瓶子確實很可疑 但是沒有證據注意證明 一代先生用過這瓶藥 承判長 我先提案 來吧 看招 2 提案嗎 是什麼樣的提案 當然調查藥瓶上的指紋 一定有過驗出 一代先生的指紋 原來如此 我了解了 那麼藥瓶就給我保管吧 本日的成立先到次為止 因為九太小弟的證數 整起事件開始露出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請問看到的將軍超人 是被害人一代五隻 是 案發現場並非第一攝影棚 而是第二攝影棚 以及 在小木裔的人士 是有足夠的方案 陳布蘭律師 是 本人願交代給你的課題 就是找出一下問題的答案 為什麼一代先生必須要脫走博裝 還有 殺害他的人 是誰 其動機為何 請在明天之前 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課題好多啊 預先檢察官 是 請你重新釐清過濾 所有針對 以及核心先生的底點 本案的審理 將延至明天的最終日 那麼 本日就此必停 應該告一通路了吧 誒還沒啊 哎呀 剛才真的好險 剛才情境真清俊義法呢 我甚至 途中想說 剛才回去好了 啊我也是 是是這樣子的嗎 可是我看兩位 都充滿這些的樣子 還沒有呢 那只是虛張聲勢 我甚至心中一直想說 喂 核心先生木哀呢 啊我也是 好好好過分 哼只是在開玩笑啦 是這樣的嗎 我其實並不是在說笑耶 那麼核心先生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最後的調查 我們一定要在明天的法庭上 做出正確的犯人 好好的 很難感謝 好 啊告一段路了 啊今天直播很久了 好 誒存到了嗎 12點53分 OK存到了 有請 這是很多人有廢話嗎 非常你 我可以說 可以說 那些那些那些呢 不是稍微珍貴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